I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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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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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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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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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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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回來主播凹豆中 剛剛過完夕陽情人節 不知道這一天你有沒有被網路上的 所有農情名義給閃殺了呢 要告訴您下個月還有白色情人節 而其實關於愛的節日還不少 五月記不記得有五二領取弦音的意思 還有農曆即將到來的七夕情人節 所以現在很多人呢想要兼具 創意又能夠有機會適時的 表達愛意會選擇像是 手作DIY的造型蛋糕 超級不會手作的絲毫主播 這次要來挑戰的是 小熊蛋糕 而至於婷芋主播呢他也發現在 台北市的巷弄裡面 有一家看起來超級好吃的 司康店被網友形容是 甜點控門絕對不容錯過的美食 今天外景來到了手作教室 尤其客製化的造型蛋糕 現在超級夯的 所以我們請大藝術家小Q老師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Q老師 我們今天要做什麼呢老師 我們今天要來做一個 關於情人節的小熊造型蛋糕 剛剛看到老師很多的作品 超可愛的耶 那些要做多久啊 不一定要看蛋糕的大小 還有造型的複雜度 所以剛剛有這個杯子造型 還有整個蛋糕造型的 這個樣板一定在這個螢幕上面 是這個小熊的愛的蛋糕 對對對我們今天要做這個 那剛剛老師在這個下面的蛋糕體 先幫我們做了一些前置了 大概有什麼樣的步驟啊 我們會先幫同學把蛋糕體烤起來 同學來這邊體驗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來用翻糖 就是黏塑上面的造型 這樣子 然後它的做法其實很簡單 其實翻糖沒有大家想的那麼難 其實它有點像是黏黏塗的概念 所以它可以這樣子 也可以 但是柔色的話 用這樣拉折的方式比較快 這樣就變成蕭了 對 我們剛過很多年 它的頭因為等一下我們是要這樣 站立的擺在身體上 放旁邊讓它稍微休息一下 冷卻 近視一下 對對對 它會變得比較硬 不會那麼軟 OK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先來做它的身體軀幹的部分 這樣子 然後好像把它搓成一個水滴狀 大概像這樣的方式 對對對 然後我們就是讓它 這邊是熊仁亞的屁股 它是坐在地上的 好 那手跟腳的部分 腳的比例會比手大大概 就是 手是1 腳是2 這個沒有分好的話 會變長關手這樣 會 不是 我們一直在 我們一直在看睡著這隻熊耶 我們盡量讓它就是一樣 這是我的手的部分 OK嗎 可以 我們先來做愛心 然後愛心做好了之後 我們再兩隻手環抱這樣 嗯 先把愛心放上去 這樣比較準 對對對 這樣才抱得準 把它兩個塗在一起 塗在一起 喔 有Feel喔 對 要稍微輕柔一點 這樣才吵 真的 老師幫我修一下 你等一下正面漂亮就好 喔 原來你也是 須有其妖的老師啊 正面 後面看不到 後面隨便啦 正面美就好 不是 老師這個精神是對的嗎 我們先求有 喔先求快 對對對 務實務實的 欸有欸 啾咪 有有有有有有 有Feel 欸那好Q喔 那現在的這個半生品完成了 就剩下頭了 現在我們現在來做最重要的頭 喔 你可以大一點也可以小一點 就是 看你喜歡的那個小熊 OK 你看一下 就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要把它貼近到它的那種 底部的部分 OK 這個眼睛好了 這個眼睛不會擅多了 就是有點困困的臉 來 現在要上這個蛋糕題了 哇 這樣要考多久啊 大概40分鐘 40分鐘 那你幫我拿起來 然後只從中間的地方把它蓋下去 切完之後一定不太熟 你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對對對 就會很漂亮 蠻可愛的喔 蠻可愛的耶 對 趁旁邊就很漂亮了 就是你現在可以自由的去裝飾你的蛋糕 Oh my god 有有說不出的那種 成就感 客製化蛋糕就是你可以幫客人 把他心中的樣子變成蛋糕做出來 然後當客人收到蛋糕 他很驚喜然後很開心很感動的那個樣子 會覺得選擇做這樣子的行業是讓人家開心的 對對對 別人開心其實不會開心 對 對 它是很直接的 獨一無二的呈現讓手作更有溫度 而說到甜點 我之前跟評語主播超聲網友推薦 來到台北華山的香弄裡 有家超厲害的司康 老闆從國外學成歸國 結合了台灣口味加入鮮奶油 讓口感滑順更有層次 主打的推薦的就是什麼 太飛海鹽一直都是店裡蠻多人喜歡 然後這太飛醬是我們自己煮的 然後上面會撒一點點進口西班牙海鹽 所以讓它不會這麼死 因為它是片狀 對 那檸檬的話它是主要會有台灣的檸檬皮 然後上面檸檬霜也是我們自己調的 對 這兩款算是店裡面很常心的品 那我還是有個問題 就是每次看到甜點 我都很猶豫要怎麼樣吃才優雅 啊 因為我每次都吃得很小朋友一樣 要血睡一點 也沒關係啊 也沒關係 有些人有吃吧 反正我們負得少 了解了解 那你有沒有推薦怎麼吃 茶 茶 我都算是給主持人家大考驗 那我本來講果醬也是一起蘸 對你可以蘸在一蘸 我先吃就有味道 然後其實可以 現在的話 其實這兩個口味跟那種都蠻大的 這是百香果 然後這個是複本醇 百香果跟複本醇 百香果跟複本醇 這個泰菲糖味道好香 喔不會 你異口味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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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這麼快 它的檸檬是淡在的清香 對 它主要那上面檸檬霜也不會太甜 我的是甜鹹膠汁 喔對對對 這一款還帶一點鹹 這個很好吃喔 因為是鹽的關係嗎 它本身的濕湯也有帶一點點鹹 而且濕湯很酥 那只是化開 對 那上面那種表皮是非常的酥脆的感覺 嗯 我們的口感是稍微酥中 那你知道為什麼我們全外面來拍攝嗎 平日下午裡面人就很多耶 嗯 我不是說台北是鹹人這麼多 不是啊 就是這個有實感的生活這麼好耶 這怎麼會平日下午流這麼多 嗯 附近有上班族啊 然後華山嘛 華山 牧民的 喔牧民的不是鹹人 哈哈 有了狗杯就有人潮 沾上果醬一樣好吃 老闆說能被大家喜歡 是它最大成就 下位想吃甜點出了DIY蛋糕 司康也是不受選擇